全球經濟發燒這一回 電動車市場龍頭也在大筆燒錢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直言不諱 柏林和奧斯汀的超級工廠 都是超級燒錢的大熔爐 特別是4月才剛開張的奧斯汀廠 目前電動車產量少得可憐 因為特斯拉想要提高新型電池的產量 生產Model Y的休旅車 卻碰上技術性瓶頸 而且製作傳統舊型電池的工具 卻因為上海實施嚴格清零 被困在中國港口 讓奧斯汀廠長產線掛點滴 馬斯克坦言特斯拉車需求大於供給 但他分析產量瓶頸 只要投入更多努力 應該可以快速突破 但在疫情衝擊下 全球供應鏈依舊面臨窘境 電動車不只產能大塞車 還得面對萬物起漲的壓力 根據管理諮詢公司Alex Partners的數據分析 每輛電動車的平均原物料成本 從兩年前的大約10萬台幣 飆漲144%來到24.6萬元 電動車的特有成本也從將近6萬元 反漲125%到13.4萬元 反映製造電池的稀有金屬價格狂飆 而傳統內燃引擎汽車也因為鋼鋁價格猛漲 在同樣的時段內從5.3萬元 禁揚106%到10.9萬元 企業將飆高的成本轉嫁消費者 特斯拉日前也再次調整旗下車款 在美國的售價 最高調漲將近18萬元 想要體驗電動馬達的衝刺感 還得事先承受物價崩騰的武力感 進行了爭議中陳思寅報導